临摹古代书家字帖与古人对话 同时还能增加自身的书法功力 临摹古代书家的字帖 仿佛与古圣贤一起对话 精进自身的书法功力 我们老师的教学方式跟其他不一样 我们不是 我们没有在现场写 老师他亲自每一个字每一笔 他写给你看 你回去自己再练习 那练习以后 第二礼拜来 老师再又帮你修正 又修正 你再回去练习 那这样 而且我们老师比较着重在 你要写某一个书家的帖 你要先读帖 而且要认识 比如说你要写欧阳荀 或者王羲之 你要读帖 那读帖你的心 才会跟这一个先生能够做连结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比较容易进入那一个世界里面 那这跟有毒铁跟没毒铁这个差别很大 所以变成说你在心灵上无形中 你自然就会提升 而且不只说你心灵上的提升 你在你生活上 在生活上的那一个素质里面 你会感觉不一样 所以我们一直在说 艺术生活化 生活艺术化 其实那是必须要学习 要去感染 而且要去身体力性 生活艺术化是需要学习与感染 并透过身体力性 才能将艺术真正带入生活中 十方新闻 黄慧如 黄凯杰 台南采访报道